Info命令也可以插文档 但是它不如我们所说的main的命令那么同用 那么Info命令呢 就好像是我们去看一个网页一样的格式 下面我们来观察这个效果 比方说我们现在敲info 后面敲一个password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打开的内容 实际上还是跟我们的main文档差不多 但是Info呢 它就好像有一个菜单一样的 这个菜单的环节中间呢 我们可以输这个首字母 可以进行操作 比方说我们输个u字母 它代表是上一级 我们现在对着屏幕输u 那么Info既然它是一个我们的文档结构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它就会有很多的链接 我们可以按一个table键 就会切换这个链接 当你决定要选什么链接的时候 那你回车 我们现在看到是我点入到info Install info这里 那么现在呢 我们当起了文档 就的确是Install info 有了这个文档以后 它的分支就产生了之前的 以及呢上一级的 好我们接着呢 又可以按table键 我们可以翻页 好现在停在另外一个打型号的位置 也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个关键 右回车 层层进入下去 那你进入了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 Next代表是下一个知识点 P的话代表是上一个知识点 如果我们输N的话 那就可以进到下一个知识点 Advanced used 这种方式的话呢 就如同我们点网一样的 你可以在整个文档里面呢 进行一个链接式的进行搜索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 会让你沉入在里面 最终你抓不到任何的重点 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 对info做过多的去操作 其实很多情况下面 你打开info的文档 就像我们打开很多指令 比如说打info what is 那么其实呢 你看到的东西 跟我们的main文档 又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好了 这个info文档 我们就跟大家讲解了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文档 在我们的进行中间呢 还会有一个目录夹 USR下 share下的document 每一个软件都会在自己下面呢 以自己的版本 比方说我们有个password 有这么一个软件包 0.4.7 假设有这么一个版本 那么呢 它下面就会有自己的文档格式 这里面的文档格式呢 就不是那么统一的格式了 有的是网页格式啊 有的是我们的portable document file啊 pdf文档 有的是我们的ps 也就是我们的图片文档 那么像这种杂七杂八的文档呢 就会放置在这里 我们只有学了一些253的服务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大家去看看 这个里面的文档 而现在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完全不必要 还是一个原则 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文档就行了 而不是限期将每一个文档都进行具体的了解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呢 关于文档的部分 红报的官方网站 它提供了很多标准的pdf文档 那么有安装手册 开发 虚拟画等等文档 有一张专门的document的cd 大家可以到网上进行下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获得文档的途径的 让我们再回归一下 其实你只要去将我们学习文档中的几个方式了解就行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前三种方法 怎么如何使用mortis 可以通过杠杆hop 再查一下man文档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 基本上你对links的操作 万一有一天 你觉得一条命令忘记了 你就可以找到他 好的 这一张的话呢 大家只要去理解 知道是如何去用就可以了 具体的操作呢 我们还会在将来的时候 再去看一看 有很多的文档 我们会领悟大家去查看man手册 完成了 完成了 。 咱们 谢谢观看